ESG及永续发展是台湾半导体产业链 下一个十年的关键竞争力 今年第一次在SemiCon Taiwan 2021 国际半导体大展展出的绿色制造创新形象馆 集结了台湾各个的领导企业齐聚一堂 通过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各大企业 如何运用他们的创新能力 达到节能减费 降低碳排 以及环境永续的目标 我们最终要希望日光在整个的一个环境面的话 我们希望对整个地球的一个永续的话 我们也会尽一方的一个努力 所以这未来我们会在十年有一个路径图 那长期的到总归到2050年 我们总会在曹总裁的一个领导下 希望他登高一呼 我们整个半导体这个产业界 能够去团结在一起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其实也是对台湾半导体界的一个 世界的一个竞争力 也是可以跨出一部分 南小科技过去几年来 在ESG推动的一些努力跟成果 事实上我们也获得了国内外的一些肯定 当然我们为了因应 全球气候变迁的重大议题 以及落实环境永续的目标 短期我们会利用现有的 ISO的环境以及能源的管理平台 持续导入AI的应用 来推动各项节能减费的专案 并且落实循环经济的推动 那我们中期是希望利用这些成果 能够应用到我们现在新厂的扩建的设计上 这样长期我们才能够达到绿色工厂 低碳生产的长期目标 历经集成电子近五年来 在节能的总投资金额 约2.1亿新台币 所节省的用电量约6700万度 减碳总量达3600万公斤 这相当于91座的大安森林公园 泰西部量 节能成果十分的丰硕 厂内的用水透过完整的分流分级回收 存化后再重新供应给现场机台使用 可大幅减少自来水的使用量 同时也让每滴水可重复使用的次数 多达三次以上 今天只是第一步 后续我们还有很多路可以要走 那希望各位企业跟政府共同一起努力 那一起把这个GHC的事情做好 那就可以达到2050年近零的目标